大家好,我是百万传媒的一把手养百万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百万传媒最新的动向 第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因浪破千万,然后捐两万块钱的事情都拍了两三个视频了 然后前天吧,民政局的和校方一起把这个钱已经拿到了孩子们这十八个孩子的手上 也发了一些截图啊,视频给我 但是民政局的说因为要保护他们的隐私 还有考虑到肖像权这些问题,我不能发出来 前几天我发了一个那个微头条,那个捐款的数文啊 这些微头条里面可以看到,我就不再发视频说这个事情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百万传媒的二当家周滚龙的账号啊 在西瓜这个账号现在我联系西瓜的客服 然后查到了这个电话号码 现在是处于空号的状态,联通的 我感觉应该能找回来,就是把它联通九个号码签的费全部交了 然后再找回这个电话号码,应该就能找回他西瓜这个账号 如果能够找回来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和周滚龙在这个西瓜见面了啊 第三个就是,嘉年华还有六天就要开始了嘛 他有三个命题的视频 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拍,也没有想到怎么去拍 所以说这六天我可能要花更多的心思准备这个嘉年华的这三个视频 视频的话,还有直播的话 我可能这段时间就不定时的发还有直播了啊 大家理解一下,等到嘉年华结束以后 我可能就会入境网吧里面拍视频 然后就像我最初的那种状态啊 好,那我现在去找滚龙 帮他找号了啊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拜拜